我是10位差不多都沒分 大家知道我現在嘛 林洋佩奧運女球雙打金牌 連續兩月連12勝 不僅僅是得到金牌 還破了奧運的J2 昨天很少就守在電視機前面 要為他們加油打氣 我相信很多民眾都跟我一樣 這個過程實在是很精彩 四季啊 最後很高興 他們演的時候倒下去 一直跳起來 真的有夠高興 然後我也很高興打電話 給這個王岐琳的爸爸 跟他感謝 跟他恭喜 他們都非常哭泣 李洋的爸爸因為在巴黎 電話都不通 應該是很多很多在擋給他 我大概在一個小時之後 還聯絡上黃岐琳跟李洋 我特別誇獎他們兩位 技術非常全面 非常高興 不管是前場的接花球 非常好 遠遠淋過他的對手 中場的回擊或是後場的扣招 都相當距離 而且非常冷靜非常沉緊 那個壓力非常大 他這一次打敗了世界排名第二 最後又打敗了世界排名第一 四強賽的時候 他打敗了當麥 天台戰 他打敗了全球排名第一的中國隊 非常非常健康 我幾年都很高興 他感到很高興 然後我又想到這兩個人軍的選手 是那麼不簡單 那我打另外給他們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非常客氣 非常謙虛 那我誇獎他們 技術高招 贏得這個金牌 非常不容易 他很謙虛 感謝教練 感謝全國人民 做他們的後盾 大家都集氣為他們加油 感謝教練 我問李楊說 他那些氣球都沒有靠 真的 他說 平白他就靠出去了 下決心 有些人想說 先刮鬍子 他不知道 那個好文才才掛掉 那我跟兩位交了謝謝 我說 迷思高拾 李楊跟王綠林 寫入奧運的歷史 連續得到金牌 我說你們兩位 也一起寫進歷史 謝謝他們兩位 能夠走到今天 如果不是教練 這樣子 鼓勵 協助 教導 陪伴 他太高張力 太高技術門牌的 這個進展 所以他們兩位教練 也非常客氣 都沒人 那是國訓中心 大家這樣幫 還要感謝政府 還要感謝全國民眾的支持 勝不教 你的技術 高招 絕對金牌 令人更進 但是他那種 謙虛的態度 比我 要去練我們 讚 我這樣讚 大家這樣 混下去 很高興 我說 最後他們得21分 你們兩個都倒下去了 我是跳選 我在特定上跳選 華製在一段時間 我們必須努力 因為台灣 這個面向 都在進步 我們團結一致 然後把有困難的地方 做得不夠的地方 我們就靠近 讓他能夠進步 需要協助的地方 我們就來協助 我相信大家整體 一起往前走 謝謝大家 謝謝